新鮮魚皮搭配青菜魚丸 還有熬煮好幾個小時的魚骨高湯 台南安南區知名老鎮魚皮湯 營業近半世紀 因為沙石場練副子黨 被狂臉還偷跑出來吃美食 被重罰40萬 停業兩天後重新開門營業 差不多少了七成 同樣是確診足跡 安平區周市瞎卷 酥脆外皮 新鮮紮實內餡 搭配沾醬和芥末 每一口都是好滋味 慢慢的我們的業績 也提升了 差不多兩成 上花區夾嘴王肉園店 也因為確診足跡 名氣更響亮 就有台南臉書在地粉絲團 根據特殊現象製作梗圖 說其他人看到足跡 說的是匡列多少人 CD值多少 有確診感染源嗎 他沒有實聯制 完蛋了足跡重疊認真研究 台南人則是說 魚餅湯真的不錯 哪一家好吃嗎 一定要點他的肉燥 巷口那間才好吃嚴重歪 油鹽湯不是台南最好吃的魚 最好吃的 對 魚餅湯 更多破文引發熱烈討論 網友留言 台南不是確診足跡 而是美食足跡 確診也要到台南吃 覺得無法反駁 所以魚皮湯到底在哪裡 網友敲網問 40萬魚皮湯在哪 迅速爆紅 業者則是對生意好壞 看得很開 只是討論足跡 出現在台南舊歪樓 說出美食制度可不是較假的 記者來觀賞 王書宏 台南報導 如果再次檢查一下 我們會不會有 考慮結束 我們會不會有 說實話 好 我會不會有 有 投票 我們會不會有 我們會不會有